鲍2,最受欢迎的坦克,A4巴西的垂直装甲,A5A7的剑簇式外观,以及世界最高水平的120毫米L55滑膛炮,也使其深受各国军队喜爱,也让其拥有了远潇海外的绝佳成绩。 如今,为了让各国手里老板鲍2继续保持巅峰状态,莱茵金属公司推出了针对鲍2A4的升级套件,能让各国陆军的鲍2A4变身鲍2PL。 性能直接拉升到世界第一梯队水平,如波兰,老板鲍2有很多,02年,德国向波兰捐赠了128辆鲍2A4,13年再次出售14辆鲍2A4和105辆鲍2A5,加上其他战车共同组成的11个坦克营,使其在中东欧这块底盘上,成为了装甲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一。 不过,波兰装备的鲍2A4几乎都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生产,性能早已落后,于是2015年,波兰国防部就开始谋划鲍2PL,直到2019年5月,该型战车完成波兰国防部军备局的验收,开始正式改进。 首辆鲍2PL已于2020年5月交付波兰军方,累计至今,据维基百科资料显示,波兰陆军已拥有25辆鲍2PL。 那么,鲍2PL的升级内容有哪些,与其他型号相比,又如何呢? 鲍2PL的升级内容,大致包括改进火炮,完善观瞄设备,升级装甲防护等,让其在火力精度防护性等多个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,使综合作战性能逼近A5、A6型号。 大家都清楚,火力军最爱大火力,所以对于鲍2PL保留120毫米L44滑膛炮是有些不满意的。 但好在,莱印金属公司有所改进,让鲍2PL可以兼容发射DM11,可编程高爆弹,和DM53、DM63为一稳定脱壳穿甲弹,威力直逼A6及后续型号才有的L55滑膛炮。 要知道,L55的炮管比L44长出约1.5米,更长的炮管代表更多的能量,其炮口出速就会更快,穿甲效果就会更好。 尤其是DM63,作为德国最新型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,穿甲弹心长度更长,硬度更高,穿甲能力不弱于美军的M129A34平右穿甲弹,其速度可达5马赫,甚至可以穿透俄军最新一代的1技爆反装甲。 对付俄军的T14不成问题。 而为了搭配这蛮横的火力,鲍2PL的瞄准距和火控系统也做出了相应的改进。 如车长使用的PR-217A3全景式瞄准距,装有性能更优,波兰制造的热成像仪和激光测距仪,并为车长增设了三具多功能显示屏,可以显示战场的不同信息,从而强化了直管能力。 同时,鲍2PL还加装有KLWE红外线传感器,数位总线,使车长可执行猎杀一体的模式,大大提高了接战效率,也正是有了这种能力。 鲍2PL在发射DM11可编程弹药时,才能发挥其特性。 DM11可控制其弹丸的飞行路径,在特定位置进行爆破,如炮弹可以根据需求定时定点在目标前方进行空爆,或是在穿透敌车体装甲后在其内部爆炸等,从而发挥最大作用。 这种弹药可用于支持步兵部队,有效摧毁和杀伤,掩体后面,建筑内部的各类目标,还可用于打击敌军轻型,中型装甲车等各类软目标。 不过,相比改良的瞄准距和火控系统,鲍2PL的通信系统却选择保持不变,加上该坦克缺乏战场管理系统,所以其编队作战、信息化作战能力与鲍2A7V相比还是相对落后的。 毕竟鲍2A7V的车载电子系统相比其他型号,可是做了最全面的升级。 如鲍2A7V,全面集成了先进的车载C4E网络信息化作战系统,以满足信息化作战的需求。 而像车长的独立瞄准镜和炮手的瞄准镜,都换装了第三代AT-TIC热成像单元,使得观瞄火控系统的作用距离、精度、全天候作战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 是继美国M1ARSP V3之后,少有的采用三代热成像技术的现代主战坦克。 此外,鲍2A7V还升级了SpeakTools多光谱驾驶员视觉装置和NBC核生化三房和空调系统,提升了车辆的舒适度和在高温环境区域的作战能力。 值得注意的是,鲍2PL的发动机依旧是MTUMB873-K501,公路每100公里油耗约300升,越野每100公里油耗约500升,输出功率1500马力。 因为自重增加,所以坦克的机动性能有所下降。 不过,有鉴于车载电子系统全面升级,带来的大量用电需求,鲍2PL额外增加了与A7相同的斯泰尔辅助动力系统,来提升供电能力。 当主机关闭时,能为所有系统提供电力,这样提高了坦克的隐蔽性和减小了发动机的损耗。 也是现代主战坦克必备的设备之一,只是由于电子设备的精密复杂,相关人员也必须接受严格的操作和维护培训后才能驾驶。 其次是在装甲防护上的升级,相比于A4,鲍2PL更加注重防护性和生存性。 波兰军队将鲍2PL设定在60吨限制范围内,比鲍2A4的56.6吨仅仅只多了3.4吨的附加装甲配重。 所以,为了不使得重量增加过多,其并没有在车体上增加任何装甲,而是选择换装更优质的装甲。 如鲍2PL的炮塔,安装了由德国IBD公司开发的AMAP复合装甲套件。 该装甲使用了新型纳米陶瓷材料以及现代化的钛钢合金。 这种装甲可以提供较高的防护等级,抵抗各种威胁,并将炮塔的液压驱动器改为电驱动器,显著提高了炮塔被穿透后的生存能力。 所以,鲍2PL的炮塔其实比A4乃至A5拥有更高的防护性,只是还无法达到A7的保护等级。 A7在安装AMAP复合装甲并大幅度强化了侧面及顶部的防御后,其炮塔正面对动能弹防护能力已经达到1800毫米,对化学能弹也可达2700毫米,远超M1A2的防护水平。 同时,鲍2PL还和鲍2A7V一样,在车体底盘增加了防磊组件,车组人员也配装了抗炸座椅,显著提高了战场生存能力。 之所以会如此升级,是因为土耳其陆军的鲍2曾在叙利亚战争中被单兵反坦克武器和地雷减一爆炸物打爆过,所以鲍2才做出了针对性的升级。 而且AMAP是模块化装甲套件,因此在损坏时是可以在战场条件下更换的,非常方便。 这里火力军额外回答一下,网友留言的如何辨别A4与A5、A6、A7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防护装甲。 上面火力军也说了A4是垂直装甲,A5往后炮塔就开始加装特有的楔形装甲了,还有就是炮管长度。 A5往后的炮管长度都长,总的来说,鲍2PRO的改进使其性能比鲍2A4强。 波兰陆军计划在2020到2023年将所有的142辆鲍2A4升级到鲍2PRO标准,改进由波兰的比尔茂工厂负责。 该企业是波兰负责生产T55、T72、PT91等坦克的工厂,具备强大的装甲战车改进和生产能力。 当然,波兰A7的改进更为全面化,设备也更加高端,综合作战能力更为强大,已成为德国陆军装甲部队的新王牌。 而今后按计划,德军还会列装波兰A8和波兰140毫米大口径炮版本坦克。 A8版本的波兰2曾在2023年的国际防务与安全技术博览会上首次对外展示。 据公开资料显示,作为波兰2系列的最新改进型号,A8的重量设计在65到67吨之间。 采用传统四人车组设计,虽然在火力方面,在机动力方面和A7差不多,没什么大变化,但其防护性却有了进一步提升。 将其配备采用高硬度钢、乌合金、陶瓷及复合填充物,组成的第三代复合装甲,并在炮塔和底盘上额外添加被动装甲,以应对地雷和弓顶式反坦克武器的威胁。 甚至还将采用拉斐尔公司生产的战力品主动防御系统,通过主动消除来袭威胁的方式来提升战场生存能力。 至于鲍二换装140毫米口径炮管,这来自于KWS计划。 此计划一阶段是替换为L44120毫米55倍镜炮,二阶段将现代化改装鲍二A5,最后三阶段将替换成140毫米炮。 虽然第三阶段还没被认可,但是140毫米炮依旧在继续研发。 综上所述,鲍二作为世界最强主战坦克之一,拥有庞大的家族,能可以根据用户的特种需求进行优化升级的,是当今北约、瑞典、乌克兰的主战坦克之一。 好了,关于用了升级套件战力重新保持巅峰的鲍二PL,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我是火力军,下期再见。 感谢观看